还每晚都会躲进浴室里 接着将水龙头和排风开到最大 然后将口红涂满了镜子 直到嘴角上扬才会停下来 接着拿出手机按下快门键 最后拿出一本泛黄的日记本 将今天的成果记录下来 这样的行为女孩持续了很多年 而你也暗恋了这个女孩整整八年 多年以来你们都没有勇气向对方表白 直到某一天 你终于鼓起了勇气打算向女孩示爱 那天你提前订好了鲜花和餐厅 早早就来到了餐厅等待 可到了你们约定好的时间 女孩却迟迟没有出现 于是你拿起手机拨打了女孩的电话 但想了许久却无人接听 此时你的内心开始纷繁杂乱 因为女孩从不迟到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你已经在餐厅等了足足四个小时 于是你再次拨通了女孩的电话 可依旧无人接听 此时你的心情如坐了过山车一般 从期望变成失望 你强忍着眼角的泪水不让它流出来 你只感觉自己的心好痛 原来这一切都是自作多情吧 原来这一切都只是单相思吧 不过这样也好 也让你认清了事实 只不过这么多年实属可惜 你在内心念叨着 顾飞藏在我心底里的话 可能也没有机会对你说了吧 不过我还是想说 我爱你 说到这时 你的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 一旁的餐厅经理见状连忙过来安慰你 小伙子 别伤心 说不定是他有什么事情耽搭了呢 可你根本听不进他说的话 你将手中的鲜花递给了他 缓缓走出了餐厅 你就像个被抽空灵魂的去鞘 在大街上游荡 此时天空也开始下起了瓢泊大雨 可你却很享受这种淋雨的感觉 路人都用一样的眼光看着你 但你并不在乎 眼角的液体也不知是泪水还是雨水 就这样你浑浑噩噩地回到了家 那晚你不知道喝了多少酒 或许只有酒精才会麻痹你那千疮百孔的心吧 直到天亮了你才睡下 可你却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就在这时电话的铃声打破了你的梦境 你没有开来电显示就接通了电话 本想着破口大骂 但电话那头却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是顾飞的妈妈 但她的声音有些许哽咽 雨季 虽然不是故意放你鸽子的 C飞坦 C飞坦出了车后 听闻此言 你的身体如同被雷击中一般 手中的电话仿佛变得千斤重 你发疯般地冲下楼 此刻的天空灰蒙蒙的 仿佛是你心情的写照 你好不容易拦下一辆出租车 但车内的广播却引起了你的注意 受强降雨云潘影响 本时将迎来特大暴雨 目前部分路段已经出现积水 前市交通已经受到严重影响 市民出行请注意安全 当你听到这个消息时 心中更是焦虑万分 你焦急地望向窗外 雨滴已经如柱般倾泻而下 街上的车辆行事缓慢 行人匆匆躲避 你猛地推开车门 冒着大雨跑向医院 雨水打湿了你的衣服 却冷却不了你内心的焦虑和期待 你不断奔跑着 脑海中不断闪现出女孩的笑容 她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句话 都让你心中充满了愧疚和自责 如果昨天你没有约她 也许她就不会出事 原本十几公里的路程 你仅用了二十分钟就赶到了 当你气喘吁吁地赶到医院时 只听到心电监护仪上的波形 逐渐陷入瓶颈 长长的嘀嘀声 喧道了女孩生命的终结 你不顾一切地冲过去 看到了那个曾经熟悉 而又深爱的脸庞 但此刻却已失去了生机 你抱着女孩还有余温的尸体 放声大哭了起来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你的内心充满了 无尽的悔恨和自责 你只感觉自己仿佛 掉进了无底的深渊 周围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你紧紧地抱着女孩 泪水与雨水 也逐渐浸透了女孩的身体 可你哭着哭着意识 也开始逐渐模糊 此时你脑海中 不断浮现出那段记忆 八年前那个上海的夜晚 额毛大雪纷飞 一个女孩哈着气 吐出白色云雾 脖子上围着一条格子围巾 长发飘飘 她的笑就像初春的暖阳 让你心里再次燃起了希望之火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天使 那一定是她的样子 就在这时 你被一阵嘈杂声所惊醒 你才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 你在内心嘀咕着 原来只是昏睡了呀 还以为去陪顾飞了呢 几天后女孩下葬了 此时天空下起小雨 而那些小雨如同细小的针 一根根地扎在了你的身上 你没有躲 因为你早已被扎得麻木了 不知道什么叫疼啊 你望着周遭的一切 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一捧白花 慢慢地放在了女孩的墓碑前 似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顾飞的高中同学夏欣然 此时他愤怒地朝着你脸 狠狠地扇了几下 你个混蛋 为什么死的不是你 而你一句话也没有说 至始至终一直低着头 等所有人都离开后 你才缓缓靠近女孩的墓碑 此时你双眼无神地望着墓碑 用颤抖的双手 抚摸着女孩墓碑上的照片 就在这时顾飞的母亲缓缓走来 原本红润的双眸 此时也彻底失去了色彩 你从未见过顾飞母亲的这般模样 此时你的自责感再次涌上心头 狠狠地扇了自己一个耳光 扇完一个又一个 女孩妈妈拦住了你 孩子 别这样 她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接着拿出一本泛黄的日记本递给了你 这是飞飞的日记 她所有的秘密都在里面 飞飞让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唯一能看这本日记的人只有你一个 你有些不敢置信 你双手颤抖地翻开女孩高中时的日记 哦 4月2日 天气情 转来恒北中学 似乎也没有那么糟糕 但是有一个人非常的滑稽 一上来就吸引了全班同学的注意力 我归是神差的何良握手 他都会害怕 很腼腆 但他人还怪好了 我知道了他的名字 他叫于记 4月4日 转来恒北中学的第三天 终于和这个叫于记的家伙认识了 但我没想到 男孩子居然可以这么腼腆 希望他能一直可爱 一直这么单纯下去 还有 你不要老师打游戏 4月18日 今天心情很过好 上体育课 我和李倩同时摔倒了 日记就在我眼前 最后舍尽求远 绕开我选择的胡李倩去英误室 他可能喜欢李倩吗 我心里莫名其妙地感到失落 最后拒绝了所有人 一个人慢慢地走回去 4月28日 天气阴 星星车和天气一样 非常的差劲 妈妈要我回事 但我知道 我不可能回事 放假的时候看不到于记 后面奇妙地想看到他 我到底怎么了 生病了吗 此时你的泪水犹如大雨倾盆 泪水一滴一滴落在泛黄的日记本上 不知不觉中 你翻到了最后一页 上面六个大字格外醒目 顾飞喜欢于记 这一刻你彻底崩溃了 直接瘫倒在地 任凭于你沾满全身 原来女孩一直都喜欢你 从高中就开始一直到现在 此时抱着女孩的日记 嚎啕大哭起来 高中时女孩被称为高冷笑话 那个时候你却是一个 有网瘾的自卑男孩 你从来不敢奢望女孩的喜欢 只敢在远处默默地望着女孩 殊不知女孩这么多年 不找男朋友的理由 并不是他说的喜欢的男生在国外 而是喜欢的男生 一直都不敢向他表白 此时天色渐渐被夜幕吞噬 墓园中的喧嚣也随之消散 只剩下你孤独的身影 你依旧守在顾飞的墓碑前 仿佛在与逝去的时光对话 夜空中的月亮异常圆满 宛如一轮银盘悬挂在天际 洒下银色的光滑 将整个墓园映照得 如同被薄霜覆盖的仙境 你缓缓地将头倚靠在 墓碑的冰凉石面上 那冷硬的触感 透过你的发丝传来 仿佛带着女孩的气息 你缓缓闭上眼睛 让自己沉浸在静谧的夜色中 似乎这样就能与女孩的灵魂相依偎 此时你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情愫 你轻声低语 顾飞 我昨天就是想和你表白的 我爱你 这份爱一直深藏在心底 真的很抱歉 让你等了太久太久了 整个墓园沉浸在静谧之中 唯有微风轻浮过树梢 带来阵阵低语 突然那本放黄的日记 本泛起一层淡淡的光芒 仿佛是夜空中闪烁的 星光降落凡间 这突如其来的异象 让你彻底愣住 接着一个缥缈的女孩 声音在夜空中响起 那声音如同遥远山谷中的百灵鸟 空灵而幽远 在这寂静的墓园里显得尤为诡异 然而 你的内心早已心如死灰 对于这奇异的怪象 你并未感到丝毫恐惧 那个声音轻轻问道 在时光的深处 你是否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你默默地点了点头 眼中闪过一丝深深的哀伤 你是否愿意回去 去弥补那些遗憾 我愿意 你好不犹豫地回答 声音中透露出强烈的渴望 如果你必须放弃现在的一切 甚至可能再也回过来 你还愿意吗 你深吸一口气缓缓开口 只要他能活着 无论要我付出什么 我都愿意 你的声音在夜空中回荡 充满了决绝与坚定 话音未落 你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头痛 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撕裂你的脑海 此时你双手抱头 痛苦地倒在地上 渐渐地失去了意识 不知过了多久 一阵重重的敲门声将你吵醒 雨季开门 上学了 你艰难地爬起来 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电脑还开着 英雄联盟游戏里 胜利的界面还挂着 枕头边放着一台白色的平补物 你嘴角抽了抽 打开手机后 发现日期居然是2015年4月1日 这会儿你还在上高中 也就是说前世那个陌生的声音 是真实存在的 你真的重生了 而且顾飞也活着 想到这里你拼命调整下呼吸频率 因为这个惊喜简直太大了 你有一万种办法 可以抹平前世的遗憾 并且能让你爱的人永远不受伤害 就在这时母亲推门而入 她略带哀求的声音对你说 孩子你能不能不要打游戏了 乖乖去上课好不好 算妈求你了 妈给你转到恒北中学不容易 你就听妈妈一次好不好 就一次 看到母亲年轻的脸庞你笑了 你抬头眨了眨眼睛 因为泪水就快要失控了 你清楚地记得 上一世自己就是因为打游戏荒废了学业 最后被重点高中滨海一中给开除 索性就在家打游戏 接单子赚点生活费 不过后来还是被逼着去读了书 所以高中时候你就没给过母亲好脸色 而今天是4月1号 前世明天的时候 你就会被母亲逼着去读书 而且好在这一天 顾飞也会转到恒北中学来 并且女孩在一次学校的联谊会上 彻底成为公认的女神 而你自己则最终成为全校皆知的网瘾少年 想到前世把你含心如苦养大的母亲 还有自己对家庭带来的毁灭性伤害 你再也忍不住鼻尖的酸楚 必把抱住了身前销售的母亲 妈 我现在就去上学 妈妈我爱你 说完这些你毫不犹豫的 马上就开始收拾东西 陈云直接愣住了 自己的儿子这是突然长大了吗 半个小时候 随着一阵刺耳的上课铃声 你跟着班主任老吴走进了高二四班 吴老师维持了一下纪律 就让你做自我介绍 班里同学瞬间响起热烈的掌声 看得出来他们对你很好奇 你看着台下一种熟悉的面孔 接着将目光转向了一个空荡荡的位置 你知道明天顾飞就会坐在那里 这一次你一定要抓住机会 绝不会让顾飞再等你那么多年 你环视一圈嘴角微微上扬 大家好我是于记 之所以从一中那么牛杯的学校转来 其实就想告诉各位 我并不是针对谁 而是在座的各位都是 我不对 我来这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要找一个叫顾飞的女孩 顾记的顾 人间四月方飞进的飞 好家伙 你这一通自我介绍 差点没让所有人都闪了腰 老吴四十米的大刀抽出来 收回去又抽出来 所有同学都能听出来 顾飞是一个女孩的名字 看向你的目光也都变得不言而喻 其中包括顾飞的好闺蜜夏欣然 他们都在疯狂地燃烧着CPU 猜测你和那个女孩是什么关系 老吴眼看着这局势就要压不住我 赶紧让你随便找个位置坐下 这时你看见一个男生 不停地在向你偷偷招手 他是你前世的铁哥们寒准 这小子旁边就有一个空座 上辈子就是和他坐了两年同桌 这次你直接选择无视他 直接在最后一排选了一个空座 因为你想看看 明天不飞选位置的时候 会不会选择你 也想看看这个丫头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的 一天的时间很快过去 因为你非常认真的在听讲 放学路上你不自觉地哼起了小曲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 懂得什么是珍贵 一旁的韩准下意识地问道 卧槽你这啥哥这么好听 你也没加思索地 来了一句年少有为 李永浩的 韩准立马掏出手机打开裤口 可找了半天都没有 他一边挠着头一边问你 这名字不对吧 我没找到啊 你顿时心里一个灯 特妙的现在是2015年 能有这首歌才怪 可转念一想 如果你能把这首歌卖掉的话 岂不是可以大赚一笔 没有多想你直接往家走去 路上你想起了前世的灵灵重重 父亲在你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母亲一个人把你拉着大 而你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网瘾少年 最终上了一个普通的大专 每天不是抽烟喝酒就是逃课上网 大一那会儿你认识了一个叫虎哥的人 他说自己认识国内顶级的电竞俱乐部 可以安排你去世训 以后走职业路线赚大钱 而那个时候你是个不折不扣的二傻子 居然把虎哥当成了你生命中的贵人 母亲怎么劝说你都没用 最后你居然站在阳台上拿着菜刀以死相逼 还拿走了母亲身上所有的钱 一个人去了上海追求梦想 其实这件事的结果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你被骗得身无分文 一个人蹲在上海的街头吹冷风 看着别人吃着热腾腾的肉包子口水直流 你已经连回家的路费都没了 这时才幡然醒悟 知道自己有多对不起自己的老母亲 那一刻你甚至觉得死了都比活着好 就在你看着不远处的黄浦江准备一跃而下的时候 突然一双手递过来两个包子和一杯热豆浆 你抬头一看居然是顾飞 他什么话也没说 就这么坐在你身边和你一起望着星空 时不时地笑着看看你 你大口地吃着包子 只是那味道有点咸 因为眼泪早已决堤 顾飞给了你回家的车费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 你无可救药地喜欢上了这个女孩 每天满脑子都是她的身影 毕业后你毅然决然地再次来到上海 在顾飞的单位附近找了一个工作 还洋装和她偶遇 从此两个人互相关照 一起在上海奋斗了几年 你永远都记得那个夜晚 从未飘过雪花的上海大雪纷飞 顾飞和你一起在南京路步行街跨年 她大大的眼睛望着星空 脖子上围着一条个字围巾长发飘飘 女孩的笑容就像初春的暖阳 让你心里再次燃起了希望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天使 那一定就是顾飞的模样 你就这么慢悠悠地回到家 打开门发现母亲和前世一样 在家里忙上忙下的 她没什么文化 就是附近一家纺织厂的工人 白天上班晚上在家接一些刺绣的活 所以母亲手上时常会裹着窗壳贴 桌子上已经摆满了热气腾腾的饭菜 还有一盘你最爱吃的红烧排 你看着台灯下勾搂着身子的母亲 一股心酸再次涌上心头 你走过去拉着母亲的手 妈 别秀了 这样太累了 陈云抬起头有些恍惚地看着你 毕竟她自从制止你玩游戏后 你的性情大变 每天和她的交流就只剩下吵架 现在你突然开始关心她 陈云一边觉得感动一边又觉得不可思议 她笑着说自己不累 让你赶紧去吃饭 你俯下身子抱住母亲 拉着她的手放在你的脸颊上 妈 我爱你 陈云笑着拍打着你的后背 哽咽地对你说 你懂事了吗高兴 不累 吃完饭你回到房间 把游戏卸载得干干净净净 随后趴在桌子上认真地看书 母亲中间进来一趟给你送水果 见你粪笔疾书的样子 她真的开心极了 你做完功课没有着急去睡觉 而是想着既然重生了 那就得想办法搞钱 毕竟如今这个社会 没有钱你连静效都是空中楼阁 更不要提给你心爱的女人一个未来了 毕竟男人最不值钱的 就是那一世无诚实的温柔 思来想去 想要短时间搞钱还得是歌曲 你马上拿出一个崭新的本子 凭借记忆一口气 写了三十首还没问世的歌曲 而且你突然发现 重生后你的记忆力居然突飞猛进 不仅是歌词 就连那些习题你都能很快迎刃而解 并且拨目拨 你又花了一个小时制定好学习计划和赚钱计划 这才长呼一口气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你早早地就来到了学校 和昨天一样第一堂课还是老吴的 可老吴的脸色并不好看 下意识地看向了满眼放金光的你 你此时正像头老尉一样 撑着脖子努力向门外看去 虽然女孩站在门边的拐角 只露出若隐若现的轮廓 但你知道她一定是顾飞 你只觉得心率快要爆了 恨不得现在马上出去见到她 前世顾飞有一个外号叫刺猬女孩 因为她总是居然千里之外无法靠近 但你知道 越是像这样的女孩 她们的温柔只会留给自己喜欢的人 也就是因为这样 上一世的你才会不敢靠近顾飞半步 这时老吴清了清嗓子 嗨嗨 今天我们搬转来了一个女孩 说完看向外面的顾飞 进来吧 自我介绍一下 教室里的众人又是掌声没动 顾飞单手鞋跨着书包 脚下带风一般走了进来 她穿着白色短袖搭配一条格子休闲长铺 淡淡的眉眼显得格外清爽 她走到讲台上居高临下地看着众人 一时间不少男生已经在偷偷咽口水了 此时的顾飞更像是一尊神明 怜悯的眼光看着这群可怜的凡人 她缓缓开口说道 我叫顾飞 顾记得顾 人间四月芳飞进得飞 我不喜欢交朋友 所以没事别找我 反而是她的自我介绍好像在什么地方听到过 他们逐渐回忆起来 对 和那个叫鱼记的小子昨天说的一模一样 一时间几乎所有人都转过了头看向你 就连吴老师也一样 顾飞也不自觉地把目光转向你这边 她心想这个男生确实很帅 但也没必要在自己做自我介绍的时候这样吧 你尴尬地笑了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吴老师咳嗽两声 主动打破了尴尬的气氛 顾飞同学 你自己找个位置坐一下吧 老吴刚说完 顾飞就往你这里走来 拉开你身边的凳子就准备坐下去 你咧着个大嘴 哈喇子都快滴下来了 正当顾飞要坐下的时候却被老吴叫住了 那个顾飞同学 你和倒数第三排的下欣然当同桌吧 鱼记 你和韩准同桌 我勒个骚钢 看来命运最多只能重来 但并不能让你乱来 老吴真的怕你和顾飞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硬生生地选择把你们拆开 两个人从同桌瞬间变成前后桌 你都恨不得给自己两个大逼斗 昨天为啥要犯贱 干嘛没事说自己要找顾飞 现在舒服了吧 而顾飞也是同样不解 但也没有多问什么 只是在搬座位的时候有意无意地看了看 他发现你这小子好像从头到尾都在看着他 因为只要他看向你 你的目光总是锁定在他身上 几乎没有例外 很快老吴就开始上课 但顾飞一直都在看着窗外 似乎心事重重 一旁上课从来不走神的夏欣然 也按捺不住好奇跟着开小差 趁着老师不注意 他用笔戳了戳顾飞小声道 我叫夏欣然 你好啊 顾飞微微回头 绝美的侧脸被你尽收眼底 他礼貌地点了点头 你好 夏欣然问道 你和于稷是不是约好一起转来的呀 你们是不是男女朋友啊 顾飞顿时感到莫名其妙 他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疑惑地反问 谁是于稷 我男朋友 夏欣然回头看了看你 再看了看顾飞 惊讶地合不拢嘴 你不认识于稷怎么可能啊 就是做你后面的那个帅哥呀 他也是昨天才转来的 而且还说他转来这里读书 顾飞这下终于明白 为什么在他做自我介绍的时候 所有人都看向了你 他下意识地回头 乌黑的长发打在了你的脸上 哎呀我乐得去 你小声地惨叫了一声 但顾飞并没有道歉 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 你认识我吗 李姬 我恐怕等不了你那么久了 我好后悔啊 我好后悔 为什么只把爱写在日记里 但是我真的好爱好爱你啊 你在哪啊 我好想你 可真正在逃避的并不是女孩 而是你这个彻头彻尾的胆小鬼 是你一直在恃宠而骄 是你一直在透支女孩的爱 可你已经默默喜欢了女孩整整八年 这八年来女孩一直都在等你表白 那天你们约好在餐厅吃饭 你本打算给女孩个惊喜 可到了你们约定好的时间 女孩却迟迟没有出现 于是你拿起手机拨打了女孩的电话 但想了许久却无人接听 此时你的内心开始纷繁杂乱 因为女孩从不迟到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你已经在餐厅等了足足四个小时 于是你再次拨通了女孩的电话 可依旧无人接听 此时你的心情如坐了过山车一般 从希望变成失望 你强忍着眼角的泪水不让它流出来 你只感觉自己的心好痛 原来这一切都是自作多情吧 原来这一切都只是单相思吧 不过这样也好 也让你认清了事实 只不过这么多年实属可惜 你在内心念叨着 顾飞藏在我心底里的话 可能也没有机会对你说了吧 不过我还是想说 我爱你 说到这时 你的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 一旁的餐厅经理见状连忙过来安慰你 小伙子 别伤心 说不定是他有什么事情担当了呢 可你根本听不进他说的话 你将手中的鲜花递给了他 缓缓走出了餐厅 你就像个被抽空灵魂的去窍在大街上游荡 此时天空也开始下起了瓢泼大雨 可你却很享受这种淋雨的感觉 路人都用一样的眼光看着你 但你并不在乎 眼角的液体也不知是泪水还是雨水 就这样你浑浑噩噩地回到了家 那晚你不知道喝了多少酒 或许只有酒精才会麻痹你那千疮百孔的心吧 直到天亮了你才睡下 可你却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就在这时电话的铃声打破了你的梦境 你没有看来电显示就接通了电话 本想着破口大骂 但电话那头却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是顾飞的妈妈 但她的声音有些许哽咽 雨季 虽然不是故意放你鸽子的 C废坛 C废坛出了车后 听闻此言 你的身体如同被雷击中一般 手中的电话仿佛变得千斤重 你发送般地冲下楼 此刻的天空灰蒙蒙的 仿佛是你心情的写照 你好不容易拦下一辆出租车 但车内的广播却引起了你的注意 受强降雨民团影响 本时将迎来特大暴雨 目前部分路段已经出现积水 全市交通已经受到严重影响 市民出行请注意安全 当你听到这个消息时 心中更是焦虑万分 你焦急地望向窗外 雨滴已经如柱般倾泻而下 街上的车辆形势缓乱 行人匆匆躲避 你猛地推开车门 冒着大雨跑向医院 雨水打湿了你的衣服 却冷却不了你内心的焦虑和期待 你不断奔跑着 脑海中不断闪现出女孩的笑容 她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句话 都让你心中充满了愧疚和自责 如果昨天你没有约她 也许她就不会出事 原本十几公里的路程 你仅用了二十分钟就赶到了 当你气喘吁吁地赶到医院时 只听到心电监护仪上的波形 逐渐陷入瓶颈 长长的嘀嘀声 宣告了女孩生命的终结 你不顾一切地冲过去 看到了那个曾经熟悉 而又深爱的脸庞 但此刻却已失去了生机 你抱着女孩还有余温的尸体 放声大哭了起来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你的内心充满了 无尽的悔恨和自责 你只感觉自己 仿佛掉进了无底的深渊 周围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你紧紧地抱着女孩 泪水与雨水 也逐渐浸透了女孩的身体 可你哭着哭着意识 也开始逐渐磨合 此时你脑海中 不断浮现出那段记忆 八年前那个上海的夜晚 额毛大雪纷飞 一个女孩哈着气 吐出白色云雾 脖子上围着一条格子围巾 长发飘飘 她的笑就像初春的暖阳 让你心里再次燃起了希望之火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天使 那一定是她的样子 就在这时 你被一阵嘈杂声所惊醒 你才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 你在内心嘀咕着 原来只是昏睡了呀 还以为去陪顾飞了吗 几天后女孩下葬了 此时天空下起小雨 而那些小雨如同细小的针 一根根地扎在了你的身上 你没有躲 因为你早已被扎得麻木了 不知道什么叫疼啊 你望着周遭的一切 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一捧白花 慢慢地放在了女孩的墓碑前 而你却像个异类一样 为女孩准备了99朵红玫瑰 而在人群中 你似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顾飞的高中同学夏欣然 此时她愤怒地朝着你 你脸狠狠地扇了几下 你个混蛋 为什么死的不是你 而你一句话也没有说 至始至终一直低着头 等所有人都离开后 你才缓缓靠近女孩的墓碑 此时你双眼无神地望着墓碑 用颤抖的双手 抚摸着女孩墓碑上的照片 就在这时顾飞的母亲缓缓走来 原本红润的双眸 此时也彻底失去了色彩 你从未见过顾飞母亲的这般模样 此时你的自责感再次涌上心头 狠狠地扇了自己一个耳光 扇完一个又一个 女孩妈妈拦住了你 孩子 别这样 她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接着拿出一本泛黄的日记本地给了你 这是飞飞的日记 她所有的秘密都在里面 飞飞让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唯一能看这本日记的人只有你一个 你有些不敢置信 你双手颤抖地翻开女孩高中时的日记 C2人 千禧情 转来恒北中学 似乎也没有那么糟糕 但是有一个人非常滑稽 一上来就吸引了全班同学的注意力 我归是神差的和他握手 他都会害太 很腰腆 但他人还怪好 我知道了他的名字 他叫于记 4月4日 转来恒北中学的第三天 终于和这个叫于记的家伙认识了 但我没想到 男孩子竟然可以这么腰腆 希望他能一直可爱 一直这么单纯下去 还有 你不要老是打游戏 4日18日 今天心情很不好 上体育课 我和李健同时摔倒了 于记就在我眼前 最后舍近求远 让开我选择了扶李健去医务室 他可能喜欢李健吗 我心里莫名其妙地感到失落 最后拒绝了所有人 一个人慢慢地走回去 4月2日8日 天气阴 心情就和天气一样 非常的差劲 妈妈要我回去 但我知道 我不可能回事 方家的时候看不到于记 过敏奇妙地想看到他 我到底怎么了 是生病了吗 此时你的泪水犹如大雨倾盆 泪水一滴一滴落在泛黄的日记本上 不知不觉中 你翻到了最后一页 上面六个大字格外醒目 顾飞喜欢于记 这一刻你彻底崩溃了 直接瘫倒在地 任凭于泥沾满全身 原来女孩一直都喜欢你 从高中就开始一直到现在 此时抱着女孩的日记嚎啕大哭起来 高中时女孩被称为高冷笑话 那个时候你却是一个有网瘾的自卑男孩 你从来不敢奢望女孩的喜欢 只敢在远处默默地望着女孩 殊不知女孩这么多年不找男朋友的理由 并不是他说的喜欢的男生在国外 而是喜欢的男生一直都不敢向他表白 此时天色渐渐被夜幕吞噬 墓园中的喧嚣也随之消散 只剩下你孤独的身影 你依旧守在顾飞的墓碑前 仿佛在与逝去的时光对话 夜空中的月亮异常圆满 宛如一轮银盘悬挂在天际 洒下银色的光滑 将整个墓园映照得如同被薄霜覆盖的仙境 你缓缓地将头倚靠在墓碑的冰凉石面上 那冷银的触感透过你的发丝传来 仿佛带着女孩的气息 你缓缓闭上眼睛 让自己沉浸在静谧的夜色中 似乎这样就能与女孩的灵魂相依偎 此时你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情愫 你轻声低语 顾飞 我昨天就是想和你表白的 我爱你 这份爱一直深藏在心底 真的很抱歉 让你等了太久太久了 整个墓园沉浸在静谧之中 唯有微风轻拂过树梢 带来阵阵低语 突然那本泛黄的日记本泛起一层淡淡的光芒 仿佛是夜空中闪烁的星光降落凡间 这突如其来的异象让你彻底愣住 接着一个缥缈的女孩声音在夜空中响起 那声音如同遥远山谷中的百灵鸟 空灵而幽远 在这寂静的墓园里显得尤为诡异 然而 你的内心早已心如死灰 对于这奇异的怪象 你并未感到丝毫恐惧 那个声音轻轻问道 在时光的深处 你是不是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你默默地点了点头 眼中闪过一丝深深的哀伤 你是否愿意回去 去弥补那些遗憾 我愿意 你毫不犹豫地回答 声音中透露出强烈的渴望 如果你必须放弃现在的一切 甚至可能再也回过来 你还愿意吗 你深吸一口气缓缓开口 只要他能活着 无论要我付出什么 我都愿意 你的声音在夜空中回荡 充满了决绝与坚定 话音未落 你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头痛 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撕裂你的脑海 此时你双手抱头 痛苦地倒在地上 渐渐地失去了意识 不知过了多久 一阵重重的敲门声将你吵醒 鱼记开门 上学了 你艰难地爬起来 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电脑还开着 嘴角抽了抽 打开手机后 发现日期居然是2015年4月1日 这会儿你还在上高中 也就是说前世那个陌生的声音 是真实存在的 你真的重生了 而且顾飞也活着 想到这里你拼命调整下呼吸频率 因为这个惊喜简直太大了 你有一万种办法 可以抹平前世的遗憾 并且能让你爱的人永远不受伤害 就在这时母亲推门而入 她略带哀求的声音对你说 孩子你能不能不要打游戏了 乖乖去上课好不好 算妈求你了 妈点你转到恒北中学不容易 你就听妈妈一次好不好 就一次 看到母亲年轻的脸庞你笑了 你抬头眨了眨眼睛 因为泪水就快要失控了 你清楚地记得 上一世自己就是因为打游戏荒废了学业 最后被重点高中滨海一中给开除 索性就在家打游戏接单子赚点生活费 不过后来还是被逼着去读了书 所以高中时候你就没给过母亲好脸色 而今天是4月1号 前是明天的时候 你就会被母亲逼着去读书 而且好在这一天 顾飞也会转到恒北中学来 并且女孩在一次学校的联谊会上 彻底成为公认的女神 而你自己则最终成为全校皆知的网瘾少年 想到前世把你含辛茹苦养大的母亲 还有自己对家庭带来的毁灭性伤害 你再也忍不住鼻尖的酸楚 必把抱住了身前消瘦的母亲 妈 我现在就去上学 妈妈我爱你 说完这些你毫不犹豫地 马上就开始收拾东西 陈云直接愣住了 自己的儿子这是突然长大了吗 半个小时后 随着一阵刺耳的上课铃声 你跟着班主任老吴走进了高二四班 吴老师维持了一下纪律 就让你做自我介绍 班里同学瞬间响起热烈的掌声 看得出来他们对你很好奇 你看着台下一种熟悉的面孔 接着将目光转向了一个空荡荡的位置 你知道明天顾飞就会坐在那里 这一次你一定要抓住机会 绝不会让顾飞再等你那么多年 你环视一圈嘴角微微上扬 大家好我是余记 之所以从一种那么牛悲的学校转来 其实就想告诉各位 我并不是针对谁 而是在座的各位都是 哦不对 我来这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要找一个叫顾飞的女孩 顾记得顾 人间四月方飞进了飞 好家伙 你这一通自我介绍 差点没让所有人都闪了腰 老吴四十米的大刀抽出来 收回去又抽出来 所有同学都能听出来 顾飞是一个女孩的名字 看向你的目光也都变得不言而喻 其中包括顾飞的好闺蜜夏欣然 他们都在疯狂地燃烧着CPU 猜测你和那个女孩是什么关系 老吴眼看着这局势就要压不住了 赶紧让你随便找个位置坐下 这时你看见一个男生 不停地在向你偷偷招手 他是你前世的铁哥们寒准 这小子旁边就有一个空座 上辈子就是和他坐了两年同桌 这次你直接选择无视他 直接在最后一排选了一个空座 因为你想看看 明天不飞选位置的时候 会不会选择你 也想看看这个丫头 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的 一天的时间很快过去 因为你非常认真的在听讲 放学路上你不自觉地哼起了小曲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 懂得什么是珍贵 一旁的韩准下意识地问道 卧槽你这啥歌这么好听 你也没加思索地 来的一句年少有为 李永浩的 韩准立马掏出手机打开裤口 可找了半天都没有 他一边挠着头一边问 这名字不对吧 我没找到啊 你顿时心里一个灯 特妙的现在是2015年 能有这首歌才怪 可转念一想 如果你能把这首歌卖掉的话 岂不是可以大赚一笔 没有多想你直接往家走去 路上你想起了前世的灵灵重重 父亲在你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 母亲一个人把你拉着大 而你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网影少年 最终上了一个普通的大专 每天不是抽烟喝酒 就是逃课上网 大一那会儿你认识了一个叫虎哥的人 他说自己认识国内顶级的电竞俱乐部 可以安排你去试训 以后走职业路线赚大钱 而那个时候你是个不折不扣的二傻子 居然把虎哥当成了你生命中的贵人 母亲怎么劝说你都没用 最后你居然站在阳台上拿着菜刀以死相逼 还拿走了母亲身上所有的钱 一个人去了上海追求梦想 其实这件事的结果从一开始就注定了 你被骗得身无分文 一个人蹲在上海的街头吹冷风 看着别人吃着热腾腾的肉包子口水直流 你已经连回家的路费都没了 这时才幡然醒悟 知道自己有多对不起自己的老母亲 那一刻你甚至觉得死了都比活着好 就在你看着不远处的黄浦江准备一跃而下的时候 突然一双手递过来两个包子和一杯热豆浆 你抬头一看居然是顾飞 她什么话也没说 就这么坐在你身边和你一起望着星空 时不时地笑着看看你 你大口地吃着包子 只是那味道有点咸 因为眼泪早已决堤 顾飞给了你回家的车费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 你无可救药地喜欢上了这个女孩 每天满脑子都是她的身影 毕业后你毅然决然地再次来到上海 在顾飞的单位附近找了一个工作 还洋装和她偶遇 从此两个人互相关照 一起在上海奋斗了几年 你永远都记得那个夜晚 从未飘过雪花的上海大雪纷飞 顾飞和你一起在南京路步行街跨年 她大大的眼睛望着星空 脖子上围着一条 各自围巾长发飘飘 女孩的笑容就像初春的暖阳 让你心里再次燃起了希望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天使 那一定就是顾飞的模样 你就这么慢悠悠地回到家 打开门发现母亲和前世一样 在家里忙上忙下的 她没什么文化 就是附近一家纺织厂的工人 白天上班晚上在家接一些刺绣的活 所以母亲手上时常会裹着窗壳贴 桌子上已经摆满了热气腾腾的饭菜 还有一盘你最爱吃的红烧排骨 你看着台灯下勾搂着身子的母亲 一股心酸再次涌上心头 你走过去拉着母亲的手 妈 别秀了 这样太累了 陈云抬起头有些恍惚地看着你 毕竟她自从制止你玩游戏后 你的性情大变 每天和她的交流就只剩下吵架 现在你突然开始关心她 陈云一边觉得感动一边又觉得不可思议 她笑着说自己不累 我爱你 陈云笑着拍打着你的后背 哽咽地对你说 你懂事了吗高兴 不累 吃完饭你回到房间 把游戏卸载得干干净净 随后趴在桌子上认真地看书 母亲中间进来一趟给你送水果 见你粪笔疾书的样子 她真的开心极了 你做完功课没有着急去睡觉 而是想着既然重生了 那就得想办法搞钱 毕竟如今这个社会 没有钱你连静效都是空中楼阁 更不要提给你心爱的女人一个未来了 毕竟男人最不值钱的 就是那一世无诚实的温柔 思来想去 想要短时间搞钱还得是歌曲 你马上拿出一个崭新的本子 凭借记忆一口气 写了三十首还没问世的歌曲 而且你突然发现 重生后你的记忆力居然突飞猛进 不仅是歌词 就连那些习题 你都能很快迎刃而解 并且轰博 你又花了一个小时 制定好学习计划和赚钱计划 这才长呼一口气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你早早地就来到了学校 可昨天一样 第一堂课还是老吴的 可老吴的脸色并不好看 下意识地看向了满眼放金光的你 你此时正像头老威一样 撑着脖子努力向门外看去 虽然女孩站在门边的拐角 只露出若隐若现的轮廓 但你知道她一定是顾飞 你只觉得心率快要爆了 恨不得现在马上出去见到她 前世顾飞有一个外号叫刺猬女孩 因为她总是拒人千里之外无法靠近 但你知道 越是像这样的女孩 她们的温柔只会留给自己喜欢的人 也就是因为这样 上一世的你才会不敢靠近顾飞半骨 这时老吴清了清嗓子 嘿嘿 今天我们搬转来了一个女孩 说完看向外面的顾飞 进来吧 自我介绍一下 教室里的众人又是掌声雷动 顾飞单手鞋跨着书包 脚下带风一般走了进来 她穿着白色短袖搭配一条格子休闲长裤 淡淡的眉眼显得格外清爽 她走到讲台上居高临下地看着众人 一时间不少男生已经在偷偷咽口水了 此时的顾飞更像是一尊神明 怜悯的眼光看着这群可怜的凡人 她缓缓开口说道 我叫顾飞 顾计的顾 人间四月芳飞进的飞 我不喜欢交朋友 所以没事别找我 课堂里顿时鸦雀无声 死一般的安静 因为女孩看似非常犀利的言语 其实并没有惊起什么波澜 反而是她的自我介绍好像在什么地方听到我 他们逐渐回忆起来 对 和那个叫鱼记的小子昨天说的一模一样 一时间几乎所有人都转过了头看向你 就连吴老师也一样 顾飞也不自觉地把目光转向你这边 她心想这个男生确实很帅 但也没必要在自己做自我介绍的时候这样吧 你尴尬地笑了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吴老师咳嗽两声 主动打破了尴尬的气氛 顾飞同学 你自己找个位置坐一下吧 老吴刚说完 顾飞就往你这里走来 拉开你身边的凳子就准备坐下去 你咧着个大嘴 哈喇子都快滴下来了 正当顾飞要坐下的时候却被老吴叫住了 那个 顾飞同学 你和倒数第三排的夏欣然当同桌吧 余季 你和韩准同桌 我勒个骚刚 看来命运最多只能重来 但并不能让你乱来 老吴真的怕你和顾飞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硬生生地选择把你们拆开 两个人从同桌瞬间变成前后桌 你都恨不得给自己两个大逼动 昨天为啥要犯贱 干嘛没事说自己要找顾飞 现在舒服了吧 而顾飞也是同样不解 但也没有多问什么 只是在搬座位的时候有意无意地看了看 他发现你这小子好像从头到尾都在看着他 因为只要他看向你 你的目光总是锁定在他身上 几乎没有例外 很快老吴就开始上课 但顾飞一直都在看着窗外 似乎心事重重 一旁上课从来不走神的夏欣然 也按捺不住好奇跟着开小差 趁着老师不注意 他用笔戳了戳顾飞小声道 我叫夏欣然 你好啊 顾飞微微回头 绝美的侧脸被你尽收眼底 他礼貌地点了点头 你好 夏欣然问道 你和于稷是不是约好一起转来的呀 你们是不是男女朋友啊 顾飞顿时感到莫名其妙 他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疑惑地反问 谁是于稷 我男朋友 夏欣然回头看了看你 再看了看顾飞 惊讶地合不拢嘴 你不认识于稷怎么可能啊 就是做你后面的那个帅哥呀 他也是昨天才转来的 而且还说他转来这里读书 就是为了找个人 名字和你一样叫顾飞 然后你今天就转来了 还有这要巧合的事情 顾飞这下终于明白 为什么在他做自我介绍的时候 所有人都看向了你 他下意识地回头 乌黑的长发打在了你的脸上 哎呀我乐得去 你小声地惨叫了一声 但顾飞并没有道歉 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 你认识我吗 45度斜阳轻轻打在他的半边脸上 两个人离得很近 你下意识地有些紧张 你记得顾飞和不熟的人 是从来不露笑脸的 所以他高中三年朋友不多 最好的朋友就是夏欣然了 前世的你只敢远远地看着 连和他说句话都不敢 这时你支支吾吾地说 认 认识啊 顾飞淡淡地说 我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你不可能见过我 他确实是从几百公里之外的上海转来的 这也是后来他一定要选择回上海上大学的原因 至于他一个上海人 为什么来滨海读书你就不知道了 你缓缓伸出手 一副渴望的表情 可看着总有些猥琐 其实吧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交个朋友 你好 我叫于记 顾飞看着你笑了 只不过是嘲笑 我刚刚说的话你可能没太明白 我不喜欢交朋友 也不想认识你 滚 我雷个骚钢 没想到这个小妮子这么火辣 可前世给你递包子的那个女孩是一个人吗 韩准在一旁半天没插上话 趁着你和顾飞沉默空隙终于找到了空档 那个 我叫韩准 你俩聊天带我一个 带我一个 可他话还没说话 你和顾飞相当默契的同时说出一个字 滚 一瞬间你们二人的表情同框 再结合上这神奇的默契 一旁坐着的夏欣然居然有种被磕到的感觉 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认定一件事 你绝必喜欢顾飞 而顾飞吗 说不定也只是在掩饰对你的喜欢而已 很快到了下课时间 办公室里老吴拿着两份档案 他开始仔仔细细地核对你和顾飞的资料 看着看着头都大了一圈 因为顾飞的档案上写着他从小学到高中 就没离开过上海 而你的档案上清一色的冰海誓 你俩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相互认识 难道还能是网友吗 而且他问你俩是否认识对方时 你和顾飞头摇的都跟个波浪猛似的 气得老吴差点就报警了 而顾飞看到你也跟着摇头 心里顿时一阵鄙视 这个混蛋 刚刚不还说认识的吗 老吴没有办法 只能让你们第二节课下课 去教务处领一下校服 你俩再次同一时间回答好的 场面一度再次干大 等你们回到教室的时候 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气刷刷地看了过来 那笑容一个比一个暧昧 这场面整得跟你俩马上要进入婚礼殿堂似的 顾飞嫌弃地瞪了你一眼 好似再说 你别理我这么紧 走开走开 可不知道为什么 顾飞的脸颊似乎有些烫 迅速回到位置把头埋到书里 生怕被人看到 这时寒准见兮兮地问顾飞 你脸红什么呀 顾飞的脸更红了 恨不得把这个多嘴的家伙丢进化粪池里 而你在后面像个花痴一样看着前面的女孩 这堂课你感觉上得很快 一下课顾飞就往外面走 你也赶紧跟着出去 因为要跟他一起去拿校服 你温和地笑了笑 老师不是说让咱俩一起去领校服吗 顾飞这才想起却有此事 他太敏感了 还以为是你在跟踪他 你领你的 我领我的 没事别跟着我 你听完点了点头 迅速地挪到了顾飞的前面 接着慢慢地往气才是走去 看着你的背影 顾飞突然意识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他刚转到横中 压根不知道领校服在什么地方 但他刚才把你骂走了 又不好意思继续跟上去 顾飞心里天人交战了一番 最后等你拐弯过后还是跟了上去 顾飞看着你熟练的操作也没想太多 也走过去选校服 许久之后问道 要马没有吗 你随口达到最上面就是 需要帮忙吗 顾飞下意识地冷冷拒绝 不用 你就在边上看着 看他点的脚也拿不到的样子 然后斑斑椅子踩上去继续拿 你还记得 上一世正是你帮他拿的校服 而且是他要求的 可就在你回忆过去的时候 突然边上传来顾飞的一声惊呼 接着他就往你这边倒过来 你眼急手快 伸手一把搂住了顾飞的腰 同时你也被惯性带倒在地 砸了个结结实实 这是你这么多年第一次抱女孩 顾飞的身体很柔软 身上有着淡淡的处子香 这让你简直享受的一皮 然后背部的剧痛差点让你窒息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痛病快乐者 顾飞的脸红得像熟透的樱桃 但他发现你还抱着他死死的不松手 大喊道 你松手啊大出声 你这才反应过来连忙松开了他 看到你蜷缩着身体一脸痛苦 他也顾不得你刚当的行为 赶忙把你扶起来坐在了一边的桌子上 你没事吧余计 有没有受伤 要不要打120 顾飞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 眼睛居然还泛起了一点点泪花 你轻轻喘着粗气说 不用 去医务室就好了 但你脸上痛苦的表情却一点也没有消退 顾飞见状急忙想去叫人 这个时候突然传来了重重的关门声 你不用看都知道这下糟糕了 因为前世这个器材室的门早就坏了 只能从外面开 所以一直用椅子卡着 而椅子刚刚被顾飞搬过来拿校服了 这下惨了 顾飞走过去拧了拧把手发现已经锁死了 有人吗 有人吗 他大喊了几句但根本无人答应 这个时候差不多都去上课了 整个器材是在综合楼的一楼 平时压根没人的 你问顾飞有没有带手机赶快打给老师 女孩这才反应过来随后赶紧掏出手机打了过去 但打了半天都打不通 因为老吴上课从来不带手机 你看着他焦急地想着各种办法 心里说不出的舒服 明明后背已经痛不欲生了 但还是挤出一张笑脸 你先来这坐一会吧 等下课了再打电话给老师 我们现在是出不去的 这时顾飞也冷静了很多 他走了过来 脸色依旧冷漠 对不起 他很认真的看着你很认真的道歉 你借颇下驴故意靠了过去 嘶 好疼啊 不过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我就不那么疼了 此时在狭小封闭的环境内 两个人靠得又很近 气氛逐渐产生变化 暧昧的气氛很浓 顾飞不自觉地脸红起来 他一瞬间脑子里出现了很多想法 想起了很多和他表白的男生 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想和他在一起 所以他对其他男孩的好意都下意识地回避 因为那种莫名其妙的表白 对他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但顾飞还是问你 要我答应你什么事啊 你嘴角弯弯一笑露出两个虎牙 我想和你做朋友可以吗 顾飞听后心里暗暗松了口气 心想这家伙还好没提出什么奇怪的要求 可他本来想答应的 但突然再次警惕起来 露出了看透一切的笑容 你是不是想吸引我的注意力 如果这样的话我劝你不要白费心机了 我不吃你这一套 但你丝毫不在乎他说的话 因为你知道顾飞一定会喜欢上你 哪怕自己前世是那么烂的人 顾飞都会喜欢上 这一世自己好好学习主动靠近 他一定逃不掉 而且你能看出来 他表面闲庭自若 其实内心还是很紧张的 为了不给他压力你向后退了几步 接着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办法 顾飞虽然不容易靠近 但是这丫头心软 前世他可以整个高中都不表现出对你的喜欢 但当你在上海落魄街头的时候 他依然没办法洋装没看到 所以你决定立刻使用苦肉剂并且说干就干 你左手扶着妖面露痛苦的神色 啊 疼死了 我一个刚刚转来的心声 人生地不熟的 只是想认识一个新朋友而已 居然还被说成了居心叵测 好吧 那我走 你假装被欺负的苦逼样子 右手撑着桌子就要往前走 然后下一秒故意跌倒在地 顾飞这下真的慌了着急要去扶你 但你故意甩开他的手 干嘛呀 你不是觉得我动机不纯吗 别管我 顾飞急得差点跺脚 心想可能是真的误会你了 虽然很多人跟他表白 但全世界人那么多 肯定不是人人都对他有那种想法的 看到你都快要趴着往前走了 顾飞一咬牙一跺脚 好 我答应你 我和你做朋友 对不起 我为我刚才的行为道歉 看着顾飞可爱的样子 你趁热打铁 那我们是好朋友了 你的电话必须告诉我 顾飞也乖巧地点点头 好 我告诉你 那我们是好朋友了 以后你有什么困难要第一个向我求助 顾飞同样点了点头 那说好了 你可不能反悔啊 顾飞抬起头盯着你的眼睛说 我绝对不反悔 上一世转学后不久 顾飞似乎出了什么变故 一连几天都没来上课 但他从来不和人说起 所以没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这次想帮他 所以才说了让他向你求救这件事 这是器材式的门应声打开了 一个穿着保安服的老头 手里拿着一串钥匙 跟你们二人对视一眼 然后露出失望的神色 一边摇着头离开嘴里还喃喃自语 现在的年轻人啊 上课时间不好好学习 偷偷约会 你和顾飞下意识的对视一眼 女孩迅速红着脸低下了头 然后问你还能走吗 你瞬间化身电视剧里的小奶狗 可怜兮兮的摇头 不能看着你的样子 顾飞心里做了一会思想斗争 但还是走了过来试着搀扶着你 而你一只手直接搭在了顾飞的肩膀上 女孩明显身体一颤 心跳的也很厉害 一路上一直低着头不敢抬头看你 刚走出几步 顾飞来了一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操作 那个你别多想 我就是出于朋友才扶你 脸也红红的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没 没有 我天生就容易心跳加速和脸红 呜呜 那你不舒服的时候要说 你就喜欢看顾飞脸红的样子 上一世你一次也没看到过 这辈子一定要看个够 你搂着女孩肩膀的手稍微用了点力 两个人就这么像是情侣一样走着 要不是现在是上课时间 你们俩绝对会瞬间在全校出名 医务室的门敞开着 里面的女老师正在玩手机 看到一个女生扶着男生走进来 女老师微微一愣 但她也没在意 因为她是医生不算老师 所以不管早恋的事 同学 你哪里不舒服啊 顾飞率先开口 她刚刚摔倒了 后背好像受伤了 女医生点了点头 来 把衣服脱了 你以为自己听错了 疑惑地问医生确定吗 对方不耐烦地点了点头 你一个男孩子怕什么 阿姨都一把年纪了还能占你便宜不成 就是看看你背上的瘀青给你上上药 你下意识地看了眼顾飞 见她没有回避的意思 索性也就没啥不及了 抬手就把短袖给脱了下来 你虽然喜欢打游戏 但身材保持得非常好 顾飞盯着你看得出神 女医生也到了这一幕 一边拿出药一边不怀好意的笑道 身材不错呀小朋友 你长这么帅 平时肯定有很多红颜知己吧 你无语了 自己啥话都没说 就特喵地脱了个衣服 还被冠上了海王的名头 老师你别开玩笑了 我可没什么红颜知己 这时女医生玩味地看了看边上的顾飞 小姑娘 要不你男朋友的要你自己来上吧 这种男人一看就是月女无数的 你可要看静点 顾飞一下子被拉回现实 疼得一下子红了脸 闭着眼蹲下来直摇头 我不是她女朋友 阿姨你搞错了 女医生笑道 没事别怕 我又不会告诉你们老师 在我这里你们放心好了 顾飞都快哭出来了 你倒是臭不要脸地接了一句 那谢谢医生了哈 顾飞不敢抬头 气愤地说道 你谢什么谢 我们不是那种关系 这下你不敢再说话了 毕竟你和顾飞只是第一天见 如果玩笑开得太过分了 反而会适得其反 所以还是顺其自然一点比较好 第三节课终于下课了 你也上好了药 顾飞却自顾自地走在前面 没有再服你的意思 通过刚刚在医务室的那一幕 他很确定你和那些人没有区别 两个人一路无话慢慢走回了教室 可你们刚走到教室门口 就被一脸怒气的吴老师吓到了 老吴也不多说 指了指办公室的方向 跟我走吧 此时教室里很多同学 都看到了刚刚的影 顾飞于记忆节课没来上课 莫飞难道 一瞬间整个教室都安静了 很多男生心里都有些失落感 也不知道到底失去了什么 总之就是失去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突然坐在最后排的张亦凡拍了一下桌子 打破了夏日的沉寂 卧槽 好不容易来一个女神 居然这么快就被这个新来的拐走了 特喵的等一下我要和他决斗 你们都别拦着我 是啊 去教训他压的 班上同学纷纷跟着起哄 体育委员许哲道 你们都别急 等下午上体育课的时候我来整他 班上很多人在看到顾飞的那一刻就被他迷住了 也有很多人想靠近顾飞但苦于没机会 进了办公室 老吴让你们坦白从宽 为什么拿个校服能拿一堂课的时间 顾飞狠狠地瞪了你 事宜你来解释 你想都没想 把背部的伤撩起来给吴老师看 一边装着马上就要哭出来的样子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 老吴不不仅知道关心学生 反而去质疑一个年轻孩子 顾飞在一旁差点没忍住笑出来 老吴也最终没能抵挡你的卖惨神功 好好好于记同学 我不是这个意思 更没有怀疑你和顾飞的关系 看你伤得也不轻 要不要老师给你一张体育课的请假条啊 你瞬间抬起你那张四十五码的狗脸 好啊 吴老师 就知道您英明神无体恤学生 谢谢你 老吴傻了 顾飞也傻了 心想幸运的这小子怕不是北影提前毕业的吧 老吴虽然很想反悔 但他作为老师不能这么做 只能吃个哑巴亏把请假条给你批了 回教室的路上 顾飞一脸鄙视的说 演技够专业啊你 而你似乎没能听出嘲讽 得意的说那当然 只要脸皮厚 保准吃个够 回到班级两个人刚从前门走进去 你就感觉到了来自什么四面八方的杀气 平日里平易静人的同学 瞬间变得严肃死死盯着你 回到座位韩怀左顾右盼观察局势 然后小声提醒 于计你等下体育课小心一点 你一头雾水的问他为什么 韩怀感觉到了带着杀气的目光 马上耸了不敢再说话 在全班男同学恶狠狠的眼神中 时间来到了上午的最后一节课 下课灵打响 早就饿了的众人一溜烟冲出了教室 此时还在教室只有三个人 有你和顾飞 还有一个周琪 你记得上一世 张亦凡许哲都是和他一起上网通宵的好哥们 他们虽然喜欢顾飞 但也都没付出什么实际行动 而这个周琪却不一样 班上前五 长得高高的人也很帅 他是少数几个喜欢顾飞付出了行动的 你记得上一世周琪中午的时候来找顾飞 果不其然 周琪看似是左顾右盼漫不经心看风景 实则一直在找机会 然后精准地跑到了顾飞的课桌前 他放下一瓶果立成 你好我叫周琪 以后我们就是同学了 顾飞没走是在写刚刚老师讲的题目 而你则是在等顾飞 顾飞脸上闪过不易察觉的厌恶感 像周琪这样是好的人显然太多了 他都没抬眼 谢谢我不喝饮料 周琪尬住了 他已经模拟了无数种可能性 他对自己的相貌非常自信 而且很有把握邀请顾飞一起去食堂吃饭的 却没想对方都不抬眼看他 但周琪并没有因此挫败 他始终相信 只要顾飞看到他的样子了 就肯定不会对他这么排斥了 周琪嘴皮子动了动显然还要开口 顾飞却没给他这个机会 干脆利落收拾东西起身出了教室 你拍了拍周琪的肩膀笑道 周琪你放弃吧 他不可能喜欢你的 说完这些 你洋洋得意跟上了顾飞的步伐 走出一段距离 顾飞回头看了看你问道 你怎么还跟着我呀 你听到了顾飞的话笑着回答道 嗨嗨 顾飞同学 我们不是朋友吗 你说我不跟着你我跟着谁呀 而顾飞只是冷冷看着你 一副已经看破了你小心思的样子 我现在反悔了 你能不能别跟着我了 你一脸委屈 往后面退了两步 等顾飞再往前面走的时候 你又继续跟了上去 没想到顾飞突然回头 你一个急刹车差点没和顾飞撞在一起 两个人的距离不到20厘米 顾飞嘴里蹦出一个字 顾飞看你是听话了 但她心里又有些小小的失落 你站在原地自嘲地笑了笑 笑得很勉强 眼里泛起金光 回忆起了上一世 那时候顾飞冷冷清清地就孤立了所有人 上体育课都是一个人带着耳机发呆 去食堂都是一个人吃饭 到最后一个学期 才有一个夏欣然和她关系稍微好一点 所以那时你很想靠近顾飞 但是越想靠近 刺猬就越反感 横北的食堂很大 里面好吃得应有尽有 尤其中午格外的热闹 顾飞找了个人少的窗口开始排队 很快就轮到顾飞了 她指了指白菜道 阿姨给我打一个这个 食堂阿姨打完之后 等待顾飞要打的下一个菜 而顾飞却迟迟没有开口 看了看价格最后摇了摇头 就这个吧 其他的我不要了 你就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幕一脸的疑惑 因为顾飞最喜欢吃的红烧排骨就在边上 而她却没打 可当顾飞把卡放在刷卡机上 你好像一切都明白了 刷卡机上的余额赫然写着100 刚刚来学校报道怎么可能只充值100 这显然有问题 你暗暗把这个细节记下 没有再去刻意靠近 中午的太阳最毒辣天气炎热 就算是头顶的风扇不停地吹也根本无法缓解 此时教学楼的三楼走廊上 高24班的卧龙凤厨 人手里拿着一只冰棍 正看着楼下来来往往的人群商量对策 许哲道 看来要给那个新来的一点教学 张亦凡点了点头 老大 等下我们是在他椅子上涂胶水 还是在门上扣水盆了 许哲想了想到 胶水还要跑到小卖部去买太麻烦了 就水盆吧 你去厕所把大扫除的水盆拿过来安在前门 我观察过了 那个小子就喜欢走前面 张亦凡点了点头 老大事情都我干了 那你呢 许哲一巴掌打在他后脑上 傻播一 我当然是去把这个消息告诉班上其他人 并且威胁他们不要告诉余计 等一下看好戏吧 两个人很快开始分工协作 许哲说的通知其实就是发班级群 因为你和顾飞都还没加群 他发完群后还特意地警告了一下寒准不许打小报告 班上其他男生也很配合特别是周琪 积极配合并且主动加入 忙活了十分钟一切准备就绪 所有人都假装若无其事地看书等着看好戏 夏欣然有些担心 但他联系不上了 可许哲他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 没收到消息的除了你还有顾飞 他们的手段实在拙劣 但是顾飞一直在想事情心不在焉 所以并没有发现异常 照常走到前面推门就要进去 当许哲他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 张亦凡急忙大喊 别 可谓事已晚 水盆按照计划从天而降 跟在顾飞后面的你迅速上前 一转身把顾飞轻轻一推 哐当 盆子扣在你身上洗了个冷水澡 奶奶的 透新凉 班上的男生笑得人养马帆 你擦了擦脸上的水 不远处的许哲还对你比了个胜利的手势 你也没生气 毕竟都是以前一起网吧通宵的兄弟 反而还回了个微笑 你不生气 但顾飞就没那么好脾气了 对着许哲和张亦凡那边冷冷道 又不幼稚啊 许哲和张亦凡可没想那么多 脸憋得通红 不好意思的辩解 不是我 我就是觉得好笑 他们越说话声音越来越小 顾飞本来就因为其他事情烦躁 现在鱼姬又为了他被泼了一身 他的愤怒达到了顶点 拿出个发布轻轻咬在嘴里 然后把散开的长发扎起来 一边朝着许哲那边走过去 他扎头发的样子 配合上邪照的阳光 无疑是一副绝美的油画 许哲和张亦凡都咽了口口水 一动不敢动 你赶紧过去一把拉住了顾飞的胳膊 那个算了吧 我把领的校服换上就行了 顾飞瞪了你一眼 你怎么这么怂 怎么这么没用 被欺负了就要打回来 顾飞的杀气一满了 连你都有点发出赶紧说道 他们都是小孩不懂事 顾飞没再说什么了 用眼神警告了两个人一下 气愤地转头就回了座位上 许哲和张亦凡都感觉有些不真实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为什么你还会躺过他们 整整一个中午的午休时间 你都在走廊上站着晒太阳 里面的张亦凡和许哲 却是如坐针毡 你知道他们的心也不坏 只是玩笑开过了而已 上一世这两个活宝就喜欢开玩笑 张亦凡推了推边上的许哲 老大我们是不是太过分了 没 怎么会过分呢 一点水而已没什么大不了 但他们心里还是担心 你会出什么问题 毕竟那个年龄的小孩啥也不懂 如果你真被他们整生病了 学校一定会介入这件事情 纠结了好一阵 他们还是选择出来和你道歉 看着眼前这两张稚嫩的脸庞 你只是拍了拍他们的肩膀 奉劝他们好好读书 别总想着上网逃课 毕竟这两头活上辈子啥样你太清楚了 对方二人对视了一眼 随后伸出手向你示好 而你同样也非常大方地接受了这份善意 放学以后你收拾完书包也不走 在座位上把书包拉链拉开 然后关上再拉开再关上 你的目的很简单 那就是等顾飞 顾飞终于整理好了东西 撇了你一眼说道 你拉个拉链能拉十几分钟 厉害呀 你尴尬地笑道 那个 你家在哪呀 要不我送你回去吧 顾飞皱了皱眉蹦出了一个字 滚 你一脸花痴地看着顾飞慢慢走出教室 这丫头骂人的样子也那么可爱 随后你心情大好 在教室里多待了一会儿 老小区的三楼 顾飞泡好泡面回到自己房间的阳台上 看着下面形形色色的人 有吃完饭了出去跳广场舞的大妈 有搬个凳子围坐一堆下象棋的大爷 也有四五个半大小子打方便 还有几只猫和几只狗追追打打完的不易论乌 整个世界都如此的和谐 顾飞吃完泡面喝了口汤 正要进去突然看到一个很熟悉的身影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你跟踪他 但看到你熟络的和所有人打招呼 甚至猫猫狗狗都认识你 顾飞知道是自己误会了 他索性也不进去了 就看你到底在干什么 只见你进了屋子没多久又出来 然后去了小区门口的小卖部买了很多牛奶 和一些其他什么东西 顾飞有些诧异 虽然看不清楚 但他能看到 你手里的牛奶和他喜欢喝的是一个牌子 非常小众 顾飞没有过多的怀疑 依靠着栏杆撑着脸 就这么看着下面的你发呆 只见你先是把牛奶分给了打方便的孩子 然后又把一包什么东西分给了大爷 最后掰开火腿肠开始喂猫猫狗狗 这样又帅又有爱心的男孩谁看了不明 顾飞看得入了迷 直到你再次回屋他才收回目光 然后坐在桌子前写日记 隔天一早 顾飞想了想 拿牛奶的时候多拿了一瓶 你到了教室 教室里只有十几个人 有来的早抄作业的 也有来看书的 你拿出作业本规规矩矩放在桌子上 这是一个丸子头的女孩跑过来 伸出手笑意盈盈 你好于记同学 认识一下 我叫李倩 本着和同学打好关系的原则 你也伸出手和对方浅浅一握 你好 李倩拿出物理吸涕侧 指着其中一个空白 拜托了 这一题我不会 你点了点头 开始认认真真给李倩讲题目 这是物理的一道大题 当然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 不多时班上的人越来越多 顾飞本来心里想着不对你那么凶的 可看到你和李倩几乎贴在一起 有说有笑的 她就莫名其妙的就不舒服 到了位置上 重重把书包放在椅子上 发出啪的一声 你抬头看到顾飞来了 马上开启舔狗模式 早啊 吃早餐了吗 要我给你去买吗 小麦布有汉堡可以热的 顾飞本来要给你的牛奶都收起来了 冷冷到关你屁事 你尴尬的笑了一笑 不过你虽然没放在心上 但是李倩居然生气了 哎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啊 一来我们班就拽拽的 现在同学关心你 你还不领情 恩将仇报 见顾飞连头都没回 李倩更气了 你咽了下口水 好了好了 题目也讲完了 你走吧女侠 谢谢你仗义直言 在你的劝阻下李倩才终于走了 顾飞毕竟也是小女孩 嘴上虽然不说 但你也能知道她的不高兴 因为她不高兴的时候 四周都弥漫着一股杀气 顾飞你别生气 我就给她讲个题目而已 而且她也不是故意说你的 你简直就是在死亡的边缘疯狂事态 毕竟帮别的女生解释这种事情 你居然也干得出来 顾飞冷冷到 你爱和谁讲就和谁讲 这下头都大了 可怕什么就来什么 还没缓口气 李倩又来了 手里还拿着一瓶喝的东西 余姬谢谢你教我 来我请你喝饮料 你哪里敢接 连忙拒绝道 我不喜欢喝饮料的 你自己留着吧 李倩有些不高兴了 你帮了我 我总不能像某人一样恩将仇报吧 你此刻心都在滴血 看着别人阴阳怪气自己喜欢的人 你心里也不是滋味 那个 李倩同学 我真的不需要任何的感谢 你走吧 你再不走 寒准没位置坐了 李倩兴兴地走了 还不忘多看几眼顾飞 而顾飞就安安静静地看着手机 看似一切都无事发生 顾飞 他 别和我说话 和你不熟 你郁闷的一批 好不容易昨天关系好了一点点 就那么一点点的好感 马上就被拜光了 然后就是整整一个上午 顾飞都没和你说一句话 而你自然也没去主动作死 一个人孤孤单单吃饭的顾飞 你心里难受极了 自己吃饭的速度也慢了几分 许哲发现你的异样 先是给你加了两块排骨 然后问你这是咋了 你叹了一口气 哎 顾飞和我闹矛盾了 许哲神秘兮兮地笑了笑 这个都是小问题 我有办法你信不信 你根本不相信他的鬼话 不管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 那小子就没靠谱过 但许哲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拿了一个花名册 下午的体育课考核 女生仰卧起坐 以前女生正好两两一组 你压根没想到 这个许哲居然还能给你打住弓 激动地握住了他的手 够意思 有机会请你吃饭 到了下午的体育课 许哲果真利用自己的职务开始为所欲为了 当体育老师说男生解散女生考仰卧起坐的时候 许哲故意大声道 于晋你先别走 帮忙女生拿一下垫子 你点了点头 一口气拿出了十几个垫子 完全够一组一个了 然后女生们都坐了上去 老师调整好计时器准备计时 许哲继续道 等一下等一下 于晋你先别走 顾飞轻转来你帮他压一下 虽然算是你使的小手段 但说实话 此刻你还是紧张到了极点 到了顾飞的垫子前 女孩一看到你 脸色瞬间就沉了下来 你解释道 我是被临时调过来的 我没有别的意思你别误会 你还在手舞足蹈地解释 一边的体育老师都看不下去了 大吼道 那位同学 我知道你没有别的意思 我这边要开始计时了 麻烦你马上压上腿行吗 你下意识地咽了下口水 顾飞离你是那么的近 而且那么美 让你的每一个动作 都要做足准备生怕出错 在老师的催促下 你迫不得已把手放了下去 顾飞掏出一个皮筋 咬在嘴里 然后扎起头发 每次他做这个动作 你都看得十分认真 因为真的已经漂亮的不像话了 顾飞心里也有些异样的感觉 但他一句话也没说 开始做仰卧起坐 你认认真真看着顾飞 他一上一下地 做得毫无压力 而且他每一次上来的时候 和你那张狗脸的距离 都不到五厘米 由于是四月 天气已经开始炎热了 所有女生穿的都是白色校服 隔得很近的话 本来就可以隐隐约约看到一些什么 顾飞做仰卧起坐的时候 你似乎也从他的袖口 看到了一抹粉色 顿时脸红得像猴屁股手 也松了一点 你这松一下不要紧 顾飞一下没杀住车 和你撞在了一起 差点你们二人就亲在了一块 此时正好结束的哨声响了 顾飞急忙跑开掩饰慌乱 你就在原地等着 许哲拿着登记的花名册 坏笑着走了过来 怎么样多少个 而你由于太紧张了 压根就没数 一直看着顾飞的背影 灵魂早就被他勾走了 没数 你给打个满分吧 另一边顾飞一个人回到了教室 此时教室里一个人都没有 把买的冰水放在脸上 敷着好一会 脸才终于不红了 想了想还是拿出了早上的牛奶 放在了你的桌角 而你本来准备直接回教室的 但你好久没打球了 就和许哲他们一起去玩了会 等再次回到教室的时候 这次不是饮料了 不给你拒绝的机会丢下就跑了 而你也不惯着他 直接甩手丢给了韩准 你继续趴着 看到桌角还有一瓶牛奶 也丢给了韩准 诺 这也是你的了 韩准那叫一个高兴了 先是打开矿泉水 咕咚咕咚咚喝了起来 可前面突然传来一声拍桌子的巨响 让他差点把水喷了出来 这时你抬起头 只看到顾飞那几乎要杀人的眼神